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6日 今天的市市都是 跌了一些跌了下來 其實這是很必然的現象 因為我們真的不夠錢 不夠錢托起這麼大的市 所以現然就會出現這樣的事情 我們看看最主要能夠帶動市上升的 例如銀行股 地產股 都是起跌的行列 而是半導體股都是這樣 所以就沒什麼話要說了